说起刘翔,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亚洲卑人刘翔,对今天八卖要跟大家八卦的就是刘翔。 即使很多不热爱体育的妹子们对刘翔和大明也是耳熟能详,也确实因为刘翔作为一个曾经的世界冠军,为国争光,也是国人的骄傲。 不过今天八卖要跟大家八卦的只是世界冠军刘翔的感情生活,相信很多刘翔的粉丝都知道,刘翔有过一段维持了不到一年的婚姻,刘翔和前妻可天九世传说中的闪婚。 据说两个人只认识了四个月的时间,刘翔就跟刘翔求婚了,这在当时引起了不少人的好奇。 当时还有传言说,两个人是凤子成婚吗?刘翔跟刘翔的婚姻只维持了九个月就结束了。 至于离婚的原因网上也是说的五花八各种版本,不过传言最多的就是两个人原本就是凤子成过婚。 结婚之后刘翔家中发现,刘翔就是一个为了嫁入豪门不择手段,不惜一家怀孕满天过海的人,最后被刘翔家说破才不得不离婚的。 而葛天面对网上的流言蜚语也是坐不住,公开说明离婚原因,说刘翔的家教特别严,一言一听都有规矩。 而刘翔又一个极其孝顺的人,无论刘翔跟刘翔的妈妈产生什么样的矛盾,刘翔都是站在妈妈的一边, 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,真是婆说婆有理,习说习有理,网上的各种传言,也都没有得到过当事人的证实。 所以作为吃光群众,我们只是要搬个小板凳看热闹就好了。 请不吝点赞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。